哈喽,欢迎来到加点吉他棒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七点 提供给各位一些好莱坞相关的影视消息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部长 我们继续来关注黑豹的票房表现 黑豹呢,在前一阵子在中国上映了 那中国呢,在周末三日进涨了66.5million 成为国际票房中最高的国家 第二、第三、第四名呢 分别是英国、南韩跟巴西 黑豹在北美的票房目前也累积到了561million 国际票房收入是518million 所以总计已经来到了1 billion 成功超过10亿美金了 那在漫威中呢,黑豹的北美票房也冲上了第二名 仅次于复仇者联盟第一集 至于会不会冲上第一名啊 我不知道啊,这真的很难说啊 但是呢,我们就继续持续观察他的票房表现 下一则新闻呢,就是即将在3月29号上映的一集玩家 Ready Player One 在国外的一些媒体呢,一些评价已经陆续出来了 这部被誉为史毕博近年来最精彩的冒险大作 那史毕博呢,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拍这种暑假档期的冒险作品了 像是之前的侏罗纪公园 ET、七宝奇谋等等 都是史毕博的经典作品 目前评价出来啊 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们该不会又看到史毕博又再度创造另外一部经典作品啊 不过目前也是有些其他的评价认为 这部就其实是用很多很多彩蛋去包装起来的一部普通的作品 前阵子也是释出很多致敬其他作品的海报 所以目前好莱坞到底可以靠这种怀旧才可以再撑多久 其实还真的不知道啊 不过史毕博到底会用这种怀旧的题材来怎么样去运用在自己的电影身上呢 其实这真的是值得观察的一环 下一则新闻呢 我觉得大家要小心就是会笑得很开心 那就是之前呢 在房间里面的这个经典导演啊 汤米维索呢 他说他想要饰演Joker 想要饰演小丑 那之前就释出了一个 他就是示茧小丑这个角色的示茧画面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看完 看完汤米维索这个表演呢 其实觉得他的演出其实不无差 可是又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创造出一条电影的路 就是去拍一些其他的作品的搞笑版本 可是因为他的认真程度实在是让你觉得太好玩太有趣 觉得这个汤米维索真的太可爱了 所以搞不好可以创造出一条新的电影路线 就是与其原本很认真期待这部电影要好 还不如就是从头到尾就让你知道说他就是在搞笑 虽然说他自己本身还是觉得很认真在拍 所以这个电影是可能也是一个另外一种另类的风格 好在最后一则新闻呢 就是《神力女超人2》之中呢 反派呢会是暴女 那暴女呢之前就也是确定由克里斯汀维格来饰演这个角色 盖尔加斗也PO了一则推特欢迎他的加入 那这部电影《神力女超人2》呢 故事时间点应该是会落在80年代的中期 也就是冷战时期的最高峰的时刻啊 那克里斯汀维格这个演员呢 离开了周末夜现场之后 都是饰演比较搞笑的角色居多 不过同时也有饰演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像是《神偷奶爸》系列中的露西 《迅龙高手》里面的报复纳特 《白日梦冒险王》 《绝地救援》 《魔鬼克星》 《缩小人生》 这些作品里面都有看到他的影子 所以他这样之前都是比较搞笑的演出啊 那怎么样去诠释这种反派的角色 其实还蛮好奇他会怎么样去揣摩 去饰演这个角色啊 那《神力女超人》呢 在去年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很多很多的期待都会落在《神力女超人2》身上 包括片商跟观众啊 很多关注都会落在《神力女超人2》 那其实很多电影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所制作的第二集的表现不一定会到太好 所以希望呢 这次的团队能够好好的去珍惜这个品牌 然后拍出来一个很好的续作啊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礼拜的影视秀 分享了四则新闻给各位 觉得黑豹的票王表现会继续往上冲 甚至可以把复仇者联盟的票王干掉吗 各位对于史毕博这个导演熟吗 大家最喜欢史毕博的作品是什么 根据刚刚汤米为首的影片 你觉得如果你是导演 你会给他饰演Joker的机会吗 那至于克里斯丁为一个饰演暴女 你们觉得适合吗 以上这些问题呢 欢迎把各位的答案跟想法呢 在留言区留言哦 好的明天礼拜五晚上九点的吉他棒 聊电影直播呢 我们将会聊古木奇兵 我们邀请老皮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电动 转成电影这个经典系列 那请各位就是持续锁定 我们加点吉他棒的频道 明天晚上的九点的直播哦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而且也去按那个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影片啦 好了 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部长 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